由陈晓和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冰与火》可以说是备受期待,这部剧也是芒果和酷非常重视的一部作品,前不久这部剧正式过审,距离播出也不远了。 近日有网友曝光《冰与火》的招商方案,从图中看平台将这部剧定位为S++超头部读播大剧,播出时间为第一季度,那么也就是在3月到4月间,而剧中两位主角陈晓饰演的吴振峰以及王一博饰演的陈宇人社却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陈宇人社和王一博在《陈情令》中饰演的《蓝忘机人社》大差不差。 陈晓饰演的吴振峰应该是一名卧底警察,机智勇敢个性坚毅,背负杀人的嫌疑,深入FD集团,这个角色还是有很大的张力,而王一博饰演的陈宇,网友觉得和《陈情令》中的《蓝忘机》相似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陈宇一开始阻止吴振峰为父报仇,中期立牌众议想要保吴振峰的清白,却发现吴振峰犯罪的行为联系, 于是还对其进行在追捕,后期有再次和吴振峰联合打入敌人内部,这样一条故事线,确实有些和魏无线蓝忘机雷同。 不过像《冰与火》这类剧在剧情方面有很多时候都是大同小异,两个主演角色都具有很大的张力。 这部剧前不久由网友爆料称不一定会成功上星,主要原因是题材问题,事实上这部剧并非是县礼剧,也不是由官方机构向公安来牵头的,在过审方面就有些困难, 不过这次的招商方案关于上星问题,暂定的是湖南卫视,就看三方如何协商了。 整个招商方案看下来,不论是演员阵容还是剧情方向,具有很大的看点,有众多老戏骨演员坐镇。 看来又是一部精品立作,期待播出。 电影《维和防暴队》于2021年3月2日在广西北海正式开机。 该剧讲述了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一小队在非洲执行维和行动时遭遇匪徒袭击。 队员经过浴血奋战抓获了反对派匪首,并在联合国驻该国特别稳定团的指挥下,舍身忘死保护匪首免遭其同伙杀害的英勇故事。 中国维和防暴队是指派遣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警务人员。 一个维和警察防暴队由大约140名警官组成。 他们经过培训并配以装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能够完成维和单警无法解决的警务任务。 训练有素的维和警察防暴队即使在高风险、环境下也能运行。 着装特点是蓝色头盔和盾牌。 由于疫情原因,剧组不能出国取景,所以选择在国内搭景拍摄。 预计2022年春节期间上映。 值得一提的影片中,三位主演黄景瑜、王一博和张哲瀚,刚刚开机就备受观众期待。 黄景瑜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爷爷和父亲都是军人。 年少时,他凭借优异的外形条件成为一名模特,出道前和张亮等中国知名模特同台走秀。 2014年,黄景瑜因一部网剧走入演艺圈,从此以后开始了演艺生涯。 出道后的黄景瑜拍摄大量军警题材影片,被观众称为在演艺圈扶兵役的模特。 黄景瑜的荧幕军警形象比较多,短短几年时间就几乎涵盖了大部分军种警种。 他曾经在海军题材电影《红海行动》中饰演蛟龙突击队狙击手顾顺。 在缉毒题材剧《破冰行动》中,饰演禁毒大队缉毒警察李飞。 此外,他还多次参加警察春晚。 这次他将穿上维和部队军装。 为大家演绎一段中国维和部队的故事。 王一博目前还没有进组维和防暴队。 他的《风起洛阳》还在拍摄,预计在三月中旬无缝对接。 王一博从爱斗跨圈演员,凭借自身努力悟性终于在2018年展露头角。 目前,虽然他拍摄的影片数目不多,但是军警造型王一博还是有一些的。 主要原因是他所在的节目,天天向上,对各个行业都有涉及,其中几期节目就录制过相关题材。 就在不久前,王一博刚刚在湖南高法体验了一天警察工作。 从训练场到法庭,王一博都亲身实践了一遍。 在押送犯人上庭时,王一博表示心理压力很大。 当天王一博完美融入了湖南高法警队,如果不认识他的人看到这个片段,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位警察是假的。 王一博穿防暴服和黄景瑜穿防暴服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因为年龄小,戴上头盔后,王一博的小脸担子被挤得肉嘟嘟,很好玩。 王一博还参加了今年警察春晚的录制和北京特警同台演出。 这身特警服装很适合他,比湖南高法帅气多了。 去年王一博拍摄了由公安部指导的缉毒题材影片《冰与火》,在剧中饰演缉毒警察陈宇。 王一博虽然年纪尚小,但是几次警服造型都行神兼备,很适合演戏刑真题材。 微博之夜上。 王一博俊雅金贵的宫廷小王子《秒变速冷居傲》的霸道总裁,惊艳了很多人。 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在他的身上都被诠释得恰如其分,真不愧是造型百变,一人千面。 特别是进入那场之后,一身黑色西装加上精干帅气的发型,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不可抵挡的高冷霸气,这极致的反差真的是太绝了。 看到王一博这一头精致的短发,可把小摩托们激动坏了,好不容易留长的头发又被剪短了,看来裤盖真的是要去扛枪了吧,不知道这一次的剪短是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的寸头呢? 还记得上一次因为要禁组冰与火,王一博剪短了飘逸的头发,大家纷纷猜测帽子底下的短发是什么样子,可是闹了不少的笑话,直到陈宇的出现,大家才眼前一亮,原来这样短发的王一博也是精神又帅气的呢。 不过说到陈宇,也是真的等了好久啊。 一直有上线的消息,却也一直迟迟没有了下文。 在《冰与火》中,王一博饰演缉毒井陈宇,这对于首次挑战刑侦题材的王一博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是一次巨大的成长,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卧底情节加上警匪故事线,算是狠狠地圆了王一博一直心心念念想拍警匪片的心愿,又与一众实力派老戏骨同场标系,再加上预告片中的一些激情对战和爆发力十足的原生台词。 王一博的表现也让大家格外期待了起来。 从路透和一些采访中不难得知《冰与火》的整个拍摄过程中,王一博不管是从身材,台词到动作戏部分都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导演以及合作的对手戏演员对他也都是赞不绝口。 而且大家的评价竟都是高度的一致,惊喜。 没错,就是惊喜。 导演这样说,同为男主的陈晓这样说,而作为王一博戏里的官配,扮演杨玲的郭小婷,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合作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惊喜。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他不会用很多技巧来表演,他的表演很真挚,非常能打动人,大家看到就会知道他的表演有多棒。 其实,从《冰与火》,开拍到杀青,再一直到现在,除了拍摄期间,浑身散发着属于警察的正义之气,和之后采访中的只言片语,在王一博这里就无法再得知更多关于陈雨以及拍摄相关的消息了。 王一博与陈雨的很多故事,反而都是出自别人之口,但也恰恰正是因为这样,这些赞扬才会更加的客观,更加使人信服,王一博的表现也更加值得期待。 合作过的导演和演员都是如此高的评价,王一博的陈雨到底有多让人惊喜。 真的是让人心痒痒啊,恨不能可以赶紧一保眼福。 奈何因为种种原因,《冰与火》的正式上线一推再推。 不过好饭不怕晚,好剧也不怕等。 期待正义凛然的《基督干警》陈雨上演的《致血男粮》,也期待一直默默努力进步的演员王一博带来的热血演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